大家好 大家好 不必口水 不用對立 台灣需要前進的新動力 我是阿永馬律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下午的前進新台灣 我想如果這兩天大家看到一個新聞 說是司法 也是司法 說是社會 也是社會 那說是國際案件呢 那應該也是 是什麼案件呢 有一個叫做王凱傑的土耳其人 中文名字叫王凱傑 他自稱睡過500個台灣的小姐 現在被檢察官申請法院 法院已經准許收押禁見了 他在收押禁見的時候 嘴巴喊的是什麼 愛台灣 我很愛台灣 那檢察官說愛台灣照樣收押禁見 喊愛台灣 可是他做的傷害的卻是台灣 不過在這裡大家記不記得 他在喊愛台灣的時候講的是英文 他穿的是西裝 穿西裝 打領帶 講英文 多麼的國際化 我要講的是這一句話 那記不記得 講過這句話說 至少他講英文嘛 至少他會穿西裝 這是一種國際禮儀嘛 所以被嗆聲了以後 他就不覺得應該要生氣了 那個人是誰 去用嗆聲 跟嗆聲的人是講英文的 跟嗆聲的人穿西裝的 這樣叫做國際禮儀 就不會生氣了 可是如果是講台語的 穿錢拖的 穿內領武的 可能馬上被帶走啦 請問大家記不記得這個是誰 我想賣個關子 大家回憶一下 你一定有這個印象 再來呢 我們叫做口口聲聲 愛台灣的馬英九 可是在昨天我們看到 他還是簽了一個 服務貿易協議跟中國簽了 如果口口聲聲愛台灣 口口聲聲要國際化的馬總統 為什麼把所有的台灣經濟 就壓在中國的身上呢 大家覺得不可思議 我們的十一柱形 一切現在可能都會控制在中國的手裡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那這樣子就連結在一起了嗎 那永遠就分不開啦 這就是馬總統他要做的事情嗎 不太曉得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今天四大報 全部用社論 批判馬英九 等一下我告訴大家 四大報 包括最挺他的中國時報 中國時報總是挺中國吧 奇怪這種狀況之下 一樣批判馬英九 聯合報批判 自由時報 蘋果日報 也一樣批判 為什麼呢 馬總統 為什麼呢 所以我們今天從這裡 要跟大家一起來探討 現在我來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東部大學政治系的副教授 我們的徐永明徐老師 徐老師你好 主持人大家好 我們再來是前民進黨的婦女部主任 我們的張嘉玲 嘉玲你好 張國好 大家好 我們自身媒體人王時期師記你好 主持人大家好 台北市議員陳建民 建民你好 主持人 觀眾朋友大家好 來 我們國際情勢的專家 也是我們時間大學的副教授 我們的奈月謙奈老師 奈老師你好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想我們先來看一個有關昨天大家 其其以為不可 四大報通通認為有問題的 可能會對台灣所有的 尤其佔77%GDP的這個基層的這一些服務業 造成重大傷害的這一些 就是有關服貿協議的這一部分 我們來看個相關我們的集合的綜合報導來 高高的劉海 復古的髮型 她是大陸國母洪麗媛 造型一直備受矚目 可是如果這樣的造型在台灣流行的話 你能接受嗎 台灣美髮業趨於飽和 各家業者競爭激烈 連要找客人都有壓力 只是未來台灣將要開放大陸的中資 進入美髮市場 不但競爭者變多 加上經濟不景氣 不少美髮業者非常擔心 就業機會就會減少 因為那可能是消價競爭 對 多少還是會影響 可能是好事壞不曉得的態度 不僅是美髮業受影響 開放的產業 還包括小客車租人業 養老院 劇院 甚至連殯儀館或畫廠都有 一共開放55項 這一開放 勢必對台灣產業造成衝擊 很大的衝擊是很大 你沒聽錯 連職業律師都害怕 政府不公布ECFA文本 律師卻從官網發現了蹊蹺 內文除了商品貿易 還有一項服務貿易協議 律師就是屬於服務業 到時候大陸律師鑽漏洞來台 工作被搶 薪資被拉低 不打緊還有隱憂 服務業裡面還有建築師 得承受ECFA帶來的影響 透露協商文本 屆時木已成舟 百里階級恐怕也難逃 ECFA的衝擊 將未來 強救將未來 停止黑箱作業 回歸民間討論 回歸民間討論 我們來看一下 兩岸簽服務 服務貿易協定 中國的食衣住行 全部進到台灣來 大家看 10 一切都來了 小資單 便當店 自助餐店 各國的料理店 1 自助洗衣 乾衣 衣物消毒 美容 美髮業 都來了 住 裝潢 建築 清潔 馬總統不是說 絕不開放勞工嗎 2008年 2012年 他說說中國勞工絕不開放 可是現在看出來都開放 這是怎麼一回事 馬總統 有沒有騙我們 有 徐醫師 馬總統是騙我們 其實我覺得 ECFA一簽的時候 其實我們今天看到這個服貿協議 其實就蘊含在ECFA裡面 這是整套裡面的一部分 你說ECFA的時候就已經鋪陳了 對 徐醫師我覺得 馬總統是不道德的地方在哪裡 ECFA那時候一直在講浪利 講免關稅 對不對 講說欠ECFA 要對台灣經濟有多好 可是什麼叫自由貿易協定 徐醫師 自由貿易協定沒有說 你對我好 我不需要開放的 沒有這回事的 否則就不要叫自由貿易協定 不要去談叫ECFA 當我們拿到這麼多好處的時候 徐醫師 今天就是要吐出來的時候 吐出來 對 可是比較悲哀是什麼 拿到好處不是這些服務業的老百姓 拿到好處不是這些人 今天四大包都要罵對不對 今天大家很多產業才驚覺到說 這個開放對岸影響很大 徐醫師 昨天晚上有沒有人開香檳 昨天晚上有沒有人喝紅酒 有 一定有人拿到好處 是哪些人 對 這些想要去那邊開分行的 金融業 那都是財團 對 因為徐醫師我的意思就是說 馬政府沒有把這過程講清楚 這個產業因為衝擊的面向太廣 我們昨天之前都只談什麼 美容美髮 徐醫師昨天一千萬又公布 不是美容美髮 你剛才講十一住行 宅配也衝擊到 對不對 你以後安養 我們以後台灣要做長照 因為這個老人社會對不對 長照這部分他也都全開 聽說連那個什麼殯葬業 殯葬業 對 我是不太小心 以後 中國就包了我們的生老病史 許醫師很多人在開玩笑 以後焚化爐 上面會貼張紙 這所有人都可以進來 除了台獨之外 什麼台獨了以後連焚化爐都進不去 為什麼 因為都中國人 因為他在經營的 因為都中國人開的 許醫師 這是一個開玩笑 很多人講說 就酷手啦 我覺得就酷手 很多人講說自由貿易 怎麼會跟政治有關係呢 可是台灣跟中國關係 政治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例如說 今天各大報告在罵 角度不一樣 可是大家都在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麼重要的事情 馬政府為什麼不做溝通 ECFA 那時候拍廣告 辦座談會 去拜訪廠商 做研究報告 中經院 台經院 寫了多少報告 你要開放 好吧 很多人講說 這個藥非得吃不可 那你開放的評估 為什麼不跟大家講 有多少人會受到影響 我跟你說 各國在做這種開放 一定會有做評估的 其實我們看到更可怕的是 進來的條件非常低 可是我們進去了 因為中國有它的國內法 還有很多非貿易性的障礙在那裡 許醫師 我就說 那這些東西有沒有談清楚 我們真的是 他們完全開放 項目看起來好像他們80項給我們 我們60項 可是項目不重要 項目後面代表產業 代表的行業那個類別 那個所臭衝擊的範圍 那才是最重要 許醫師 今天一句話都沒說 馬總統今天應該出來講很高興 他應該他昨天到現在都沒講 怎麼會這樣子呢 對啊 他應該講說 台灣要登大廊了 對不對 你們這些老百姓以後要賺大錢 有嗎 ECFA當時是都講這些話 什麼好話都講光了 馬英九會跟你講 我們也不過只他 只給他們64項 他給我們80項 80減64 我們來賺了16項 他是這樣跟你算不夠嗎 有 今天在宣傳都是這樣講 不過我就記得 我們就一輸名牌的生中一輸給他 換兩顆來賺回來 一輸換兩顆 兩顆比一輸還多一顆 是這樣算的嗎 所以我一直在覺得說 大家想一下 我要給大家看 這是 我把所有的這個報紙的社論 今天的給大家看 這是什麼 中國時報 對不起 這是自由時報 他說 堅決反對國共密商的大騙局 好 用整個社論來批判 這是蘋果日報 他要馬英九趕快懸崖熱馬 好 我們再來看 我們再來看怎麼批評 這是中國時報 也是嚴厲的批判 兩岸福茂協議 陸委會閉門造車 閉門造車 然後呢 一團亂 連王金平都不知道 沒有任何人知道 王金平可是五人小組 如果連五人小組都不知道 這個閉門造車他罵了 這整篇都在罵 但是我們看聯合報 聯合報是拐個彎 間接的罵 他說馬總統 你為什麼一定要監任黨主席 你連政事都做不好 政事是指了什麼 政治 我們的政策你都做不好 你為什麼一定要選黨主席 這裡面也提到了一些什麼政所稅 什麼這些沒有一樣做得好 四個報紙都在批判 所以我再把當時 這是6月20號的自由時報的社論 他說這六個字講得真好 他說有了反而會更慘 所以 賴老師 看起來媒體是一面倒覺得我們 馬總統是在玩密室政治 台灣可能被賣掉了 台灣人都不知道 怎麼會這樣子呢 我覺得我們如果分兩邊來看 因為任何一個協議 他簽了說一定有些人獲利 有些人不利 一定是這樣 我們用通俗的話來講就是說 你去玩家做生意 你來玩家做生意 他基本上是 然後我們把我們兩邊的 生意的門檻把它降低 甚至把它去除掉 這個一般來說 在大部分的國家 走這個自由貿易協定裡面 其實大家都樂見這個事情 大部分都會這樣 都會樂見 就是說我們兩邊的貿易門檻 一直下降 一直下降 甚至兩邊都沒有關稅了 而且你可以到我們家來做 我也可以到你們家來做 因為我們很多國家 通常都是為了保護自己 所以不讓某一些產業進來 這個是世界各國都在做的事 所以現在兩邊開放 其實很多周邊的國家 可能有很多人會覺得很羨慕說 你們台灣跟大陸反而通了這個 我們日本跟大陸還沒通 美國跟大陸也還沒通 他們說可不可以透過台灣來通 但是為什麼這樣的一個協定 在表面上 在國際間看起來 好像對台灣很有利 對大陸也很有利的事情 怎麼會在台灣引起這麼大的反對 台灣怎麼會各大報都起來反對 全面性的 一面倒的反對 我們要問就是 看起來好像是對兩岸都有利的事 為什麼反對的聲音那麼多 這一次媒體反對的聲音 跟上一次ECFA不一樣 不一樣 上次ECFA是有正面 有反面 有反對 有贊成 這一次是一面倒 好 怎麼會這樣子 原因在哪裡 第一個 我們先講大環境 大環境的意思也就是說 這個協議看起來表面上平等 對不對 可是問題就是 台灣這邊的內部的行政法規 我們基本上是很法治化 很行政規則化 所以可能你這個公司 大陸的公司進台灣 他要拿到生產工作的執照 可能很快 而且都是照表形式 照商形式 沒有地方官員可以介入的痕跡 也就是沒有人質的痕跡 幾乎都是法治 所以你進來 你很容易就把公司就成立起來了 開始營運了 房子可以蓋了 你可以開始有生產執照了 可是問題就是 中國大陸的內部的行政法規 跟我們不太一樣 他有人質在裡面 他有人質在裡面 那這樣的情形下 可能在我們台灣一家公司 可能五個印章 或是五張執照 你就可以運轉了 可是那邊可能要二十張執照 那你怎麼辦 到那邊可能就有關係 沒關係 沒關係就有關係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有沒有 雙方有沒有談清楚 我覺得這個部分就是 我們講是大環境 老師他有給我們 不是 馬總統給我們看嗎 所以我們才要問的就是說 同樣成立一家公司 假設 我們就說 同樣成立一家美髮公司 假設在大陸成立一家美髮 我們台資的企業 到大陸成立一家美髮公司 可能有很多的刁難 對 無形的你看不到的 律說你要多少時間 你要多少時間 你要完成多少張 你要有幾張執照 你才能夠成立一家公司 可是如果大陸的美髮公司 到台灣來 總共要多少時間 我們有沒有去計算 我講的是一個 先講很客觀的 對 我們來看一下 我要給大家看一下說 變相開放中國勞工 我講最主要還有一點 我們台灣讓中國勞工進來 這才是最重要 我要提到說 這個馬總統 你有沒有騙我們 你是不是白賊 你有白賊嗎 我記得你告訴我們說 絕對不開放中國勞工來台灣 可是現在你已經開放了 你有白賊嗎 這是不是白賊啊 當然是啊 這有給我們騙嗎 有在騙啊 所謂在騙 我們副總統有個外號是 有個立委叫他說白賊義 現在我們叫來個白賊媽媽 不會吧 這樣不好吧 發現原來總統副總統都是同一國的人 白賊國 不會吧 白領的專業人士都可以來 他有各種明目可以申請來台灣工作 擺明了就是開放 我覺得這件事情比較嚴重的是說 台灣其實有70%都是靠服務業在過活的人 他影響的人數範圍實在太廣 700萬人 說在影響這麼大範圍的狀況底下 他竟然事前毫無通知 然後負責本案的薛奇政務委員竟然還敢說 我們沒有做這個影響評估 為什麼 是因為牽涉行業太多了 太複雜做不完了 所以我們就乾脆不做了 當小國在面對一個大的經濟體的時候 其實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是自我保護 而不是全面的開放 否則所有小國通通被吃光了 他搞不好是跟你講說 我們只有一塊錢 他大國是100塊 然後1加100除以2 我們就一塊錢變55塊 馬總統搞不好是這麼算的 所以他這一次就告訴我們說 你看我們有賺 人家開放80項 我們開放64項 減一減還多了10幾項 問題是我們誰總共換2個來看 數量看起來是多一件 可是我是西裝他是內褲 沒錯 重點就是你開放的80項 我們完全是在對方監控式的 管制下的遊戲規則去生存 所以這件事情跟台灣的開放64項是 完全沒有達到平等的 所以政府在跟人家簽署這種協議的時候 最重要的考慮是什麼 我們是一個比較規模小的經濟體 我們要考慮的是說 我們的就業市場會不會因此受到影響 第二個要考慮是說 我們跟對方互相的影響力到底是怎樣 所以不能夠用數字來看這件事情 那就太不夠科學了 所以馬政府在這件事情上面 從頭到尾就是錯 有很多的產業在過去簽ECVA的時候 大家覺得反正影響到的都是某一些人 可能是製造業 沒有到我 這一次很多人跳起來 全面性的大反彈 為什麼 因為發現大家都受到了影響 700萬人受影響 大家發現原來跟我有關 事前我通通不知道 大家這一次才會痛 這怎麼辦 已經簽了 石琪 你太不懂官員的心了 我看官員怎麼說 這是聯合報 你看官員怎麼說 經濟部長說的 台灣服務業走出去 所以我們家庭理法的大傑 理法大傑 你帶理法你現在可以走出去 我不知道你要走到哪裡去 我搞不清楚 社區型的是要叫他走去哪裡 你叫我們的剃頭長的大傑走出去 我不知道他要走到哪裡去 我搞不清楚 不過我只知道中國是走進來的 鳳山公園現在理一個法 50塊50塊台幣 走進來了 然後叫我們的大傑走出去 怎麼也去理50塊嗎 他怎麼講呢 他說簽署協議後 有助提升我國與他國簽FTA的可能性 我覺得好像ECFA的時候 好像這句話有講過 可是有嗎 好 我再看 可是這是民間的聲音 出版美容 美髮業等業者憂心 怕大陸業者變身 所以建民 警察部長跟你說 我們如果簽不去之後 跟他國簽FTA的可能性就大增 ECFA的時候不是也這樣告訴我們嗎 簽了沒有 現在哪一個FTA簽了 哪一個簽了 當時講說新加坡快簽了 到現在三年新加坡也沒簽 騙我們 我在當立委的時候 新加坡真的要簽了 就是國民黨北閣 所以才簽不成的 新加坡不來跟我們簽了 要來國民黨來佩閣 北閣啊 台灣人如果不知道 媽英九在騙這些所有的老輩時 真的是大家 不過我們沒有騙 他就要簽了 要怎麼辦 對啊 但是現在還有很多人 還在支持國民黨 還在支持媽英九 從哪裡來 沒有人那時候 8%而已 你再看 如果沒有選舉的費用就從哪裡來 他選舉票就從哪裡來 如果沒有支持 媽英九票就從哪裡來 但是我們說實在 北閣說8% 為什麼北閣 他有一個正面負面的聲音 因為想起媽英九要騙進場 還有做一段話說過 還有做一些價格的東西 跟你說這做了有什麼影響 有什麼影響 對我們幫助在哪裡 再來有一個扁 你才說我們還有FTA 可以跟人簽什麼 再來我們可以得到多少利益 這位咧 這位什麼都沒有跟你說就簽了 上次還說 我們如果FTA簽下去 受到孫下的三億 我們已經準備900億要來補助 950億 你還計50億 對你減說50億 準備950億來補助 這位要補助什麼 有 什麼我還說也沒有 所以你就知道 這位就是願意把你騙去 剛才說美容的 大家服務業要走出去 我跟你講 頂飛一個子簽下去 對六港的障礙非常大 所以你看這幾年來 台灣的工資 當作倒退 倒退都去15年前 但是這位 14年而已 你只多一年 14年 現在又過一年了 又過一年了 15年了 現在是湘海 甚至跟白領階級 這些服務業這些技術另外 這些管理另外 大家都受害 而且你要知道 台灣像這一般服務業 台灣的產業結構 都80 20 20是大企業 來機場都是一般散戶個體物 二八法則就對了 對 一般都是個體物 像地頭張的 家庭理髮 家庭理髮 或是在餐廳 我米燥、露米燈 那種小間餐廳 那都是家庭室的 真的 企業型的 都跟那幾間 但是 中國現在都可以進來 所以 未來他們進來 拜託 拜託 來來來來 他如果投資 超價20萬米金 他就可以請 我等一下跟你說 所以 未來 你要做工你就沒機會了 我先簡單說 不是什麼投資20萬米金 他就可以搬來台灣 不是 他只要拿出存款證明 拿個存折給你看 說這是我的存折 然後證明我裡面有900萬台幣 我就可以移民到台灣來 全家都可以來 那只是存款證明 我來找一個 今天存款證明 是我在用的 我搬來之後 換到存款證明 挪到哪一家去 哪一家也來 哪一家也有存款證明 九百萬 不知道 聽過有幾何堂用 我不知道 有存款證明 900萬 就可以移民到台灣來 移民到台灣來以後 接下來怎麼樣 他就從事印刷業 所以我們的印刷業 最少都三成 他就從事租車業 租車業就是叫做 他就從事美髮業 黑心黑也來 他就從事殯葬業 條件不可以大小 跟剛才說的 哭哭的說 那你如果主張台獨了以後 掛了以後 不要給你收 然後再來 如果進來了以後 他隨便拿個存款900萬 他就可以移民來了以後 小吃店經營就雪上加霜 他進來從事洗衣業 洗衣業就活不下去 進來中藥業 臺灣關頭就輸掉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很多中藥 是從中國進口來的 小林 可能 我們的老公怎麼會這樣 我們媽經務說要讓我們這些勞工走出去 叫我們勞工走出去 服務業走出去 我不知道我們經濟部長在想什麼東西 到底誰走出去 徐醫師真的是很可憐 我覺得要走去跳海了 真的 不是我告訴你 這個走出去其實 中國人說什麼 走進來了走進來 因為你除了中國以外 其他都走不出去 所以最後只有走向中國 所以最後就是什麼 把臺灣逼向中國 所以所謂的臺灣的物業走出去 其實就是走入中國 四個字而已 是啊 徐醫師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節目一開始 那個髮型 我心裡一沉 你如果要叫我用那個髮型 我真的沒辦法接受 哪裡 我想想想什麼髮型 習近平他老婆的髮型 習近平他老婆的髮型 那個問題不是在於說 當然我講好笑 開玩笑說是那個髮型的問題 其實你對美法業來講 我今天特別跟這個美法的 聯誼公會的理事長通過電話 他跟我講說 佳玲 那個嚴重到 第一個反應的就是尖叫聲 我們美法講學徒制尖叫聲 就已經排山倒海式的 打電話去抗議說 我們這個政府怎麼這樣子 不是才推12年國教 不是說鼓勵自己技職教育嗎 現在那些建教生多可憐 建教生如果基本薪資 再加上你看我們的業者 真的有良心 都要提供這些學生有得住 有得學習 大概加一加 大概有差不多2萬5左右的 如果這個陸資來了 勞工來了 這些建教生馬上全力 徐醫師 我們請一個勞工 如果家主說2萬塊 你敢白白這樣要請 你敢願意花2萬元去請一個建教生 中國的資金 中國企業他不需要肩負你 教育你台灣人民 什麼鼓勵技職教育 那是你家的事情 他不需要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這個美法業者 他肩負著說我要教育下一代 讓他可以學習 讓我們這個美法大家都有頭路 你看電話塞爆了 根本是美法業 我看還一堆 殯葬業 美法業 什麼中藥業 洗衣業 小吃店 印刷業 租車業 還有還有 吉利師傅 連你也會沒頭路 對 他要開放中國律師來塞 對啊 我跟你說 這就很現實的問題 你看客人車個體務 現在跟拚贏了大車隊 拚不贏了 怎麼說 他還可以拚贏 還可以拚貸 要拚貸貸貸 都對收機 升級 抽 同樣 律師 你現在一庭多少 不可以說 我一般一庭多少 一般一庭多少 一般 有人五萬 有人三萬 一般的行政人五萬 他現在說整個都收三萬 可以嗎 對啊 對啊 他就請一庭律師 剛才比起來 你這樣收我的薪水 你再來就沒頭路 你說三萬 叫你慢慢吃 慢慢喝 醉後 慢慢死 三萬 對啊 很慘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我們政府 有想到 我們的勞工嗎 休息一下 我們再回到現場 回到現場 我們來看一下 變相開放中國勞工 有一大堆中國勞工 其實我告訴你 早就來了啦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去買東西 或者一些小吃店 你可以發現那個講話的聲音 一聽都知道不是台灣本土的 所以其實早就來了 那這個早就來了 馬總統知不知道 他應該知道 為什麼我說他應該知道早就來了 他現在要開放更多來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國安局長 叫什麼名字 蔡德勝 蔡將軍 大家記得嗎 蔡德勝講過一句話 他說 中國人不該來了 來了一堆 大家記不記得這句話 來 我們看個 蔡德勝講的相關的新聞報導 抄著大陸槍 陸克最愛在總統府前照一張 用水果之王 對 水果之王 中國官員來台參訪 從地方到中央 年年都有這些團 馬政府這幾年積極推展兩岸交流 但咱們國安局長蔡德勝 卻反過來警告說 如果你是有心懷不軌的人 其實今天兩岸交流就是要真誠嘛 那你來的一些都是講 所以沒有真誠的時候 我們才會需要真誠 做工作的人當然不應該來 擔心匪碟就在你身邊 蔡德勝舉例 不管是官員訪問團的成員 學者甚至只是陸克 只要來台從事的活動 與申請目的不符 都是所謂不該來的人 移民署規定陸克簽合上限 一天是7300人 可看看統計 4月初陸克人數 從4000人一路飆升 最高達8800人多出一倍 人數控管出現漏洞 大陸這個管制的比較厲害 預防的比較好 沒事 讓大家使勁來旅遊吧 那現在每天核定的數量裡面 因為會用到之前剩餘的配額 那5月1號開始以後 就沒有剩餘配額的問題了 還不只匪碟問題多 中國對台網路攻擊也相當的嚴重 去年一年國安局的網譽 就遭到侵入擾亂334萬次 數量驚人 不該來的都來了 什麼叫不該來 來工作的 因為我們沒有開放中國勞工來台灣 和事實上我們國安局長證明了 一大堆不該來的都來了 換句話講 中國勞工早就進來了 那我要問誰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讓他進來 還有最近我們看到很多的中國人 想盡辦法要進來台灣 所以我們今天要請我們的徐老師 來告訴大家 網路已經有流傳一些偽造指紋的方法 好像最近我們也抓到一個指紋是經過 變造進來要進來台灣的 徐老師 你來跟大家講一下這是怎麼一回事 最近發生案例 他是在指紋上面 在手指上面動手術 動手術 對 做假指紋 對 做假指紋 所以很多台灣做醫美這一塊都說很難 很難 而且第一個沒有這個業務 大家不會去做這個事情 因為除非你要去變造你的身分 徐老師現在網路傳的這一個 不是在手指上面去變造你的指紋 是在上面貼個假指紋 這是網路上傳 我們為什麼要討論這個 因為網路上在這樣做 其實它可行性是相當高的 它代表什麼 我們入關的時候 尤其坐飛機入關的時候 在很多國家要按指紋 對 要按指紋 然後還要照 照眼睛的紅膜 對 紅膜 有時候你眼鏡要拿下來 它會叫你做這個事 可是現在問題就在這裡 這都有可能假照 也就是說你把關的過程裡面 其實是有很多空間 讓我們來看這網路上講 網路上面這一塊是一般形式上 就刑法的刑 刑事上在蒐集這個證據常用的 你在這個瓶子上面 你會先有個你的指紋 就是你要模仿指紋上去 第二個 我們看第二個 你上面弄石墨 這我們常常看到 弄石墨 對 石墨你就會凸顯出來 第三個是 去怎麼把這指紋印下來 通常是用強力膠放在瓶蓋裡面 去把它印下來 強力膠 現在比較重要是 你把它印下來以後怎麼樣 你去拍它 我們用高畫質的 這個高畫素的 拍它以後你可以去修整它 因為我們知道 你去印它的時候 你會有那種奇出的地方 你上面可以修整 這個部分都是我們一般形式上 去收集指紋證據 大家常看到的 可是比較麻煩是下面這一塊 各位看 第六 你把它這個 你取到指紋 你把它拍成投影片以後 你在投影片上面弄一層樹脂 一層樹脂 對 投影片因為它密度的關係 它有高 就是說它其實是有高低的 所以樹脂附在這個投影片上面去 各位可以看到 你就會有一個 樹脂所形成的這個 手指大小的這個 對 印寸 這個樹脂就等於是一層 塑膠樹脂形成的皮 上面就有指紋在裡面就對了 然後你可以把這個 貼在你的手上面 就貼著 對 因為你樹脂是可以拿起來的 你可以貼在你的手上面 好 各位看 那這樣就成功了 那你各位想想看 如果你幾個重要的部分 都有一個仿照 你是可以偽裝那個人的身分 你如果用他的護照的話 那一概指紋 剛好又用一個假的護照 這麼對照起來 這個護照證明了這個身分 事實上內容是不一樣的 是騙人的 也就是用指紋跟護照對照以後 然後就矇混過關 我要跟各位講 這是網路上談 可是這個DIY是非常切實可信 我們再看一下來 那下一個就是說 除了我們前面講換指紋這一塊 最近發生這個案例 他還做整整形 這是真的在台灣發生的 對 中國人就用這一招進來的 對 他換指紋 因為他之前發生的事情 所以他被禁止進入 這個指紋不是我們前面講黏上去的 他是去動手術 做醫美 然後他變臉 還變臉啊 對 因為護照的樣子長不一樣 各位我覺得這為什麼很重要 除了很多各式各樣動機要來台灣之外 我們現在有很多地方免簽證 所以各位看 最近前陣子有發生躲在機艙天花板的 就是在華航裡面躲在機艙天花板 他怎麼這麼厲害還會鑽得上去 所以很多人講說空服員 因為他待的地方只有空服員知道 或是他非常了解這個飛機 或是 許醫師 他如果受過專業的訓練 911 那幾個恐怖分子也是訓練去開飛機 才能撞到 撞到雙子星 這不是一般人說 你搶到飛機你就可以撞上去 他是有專業訓練 另外搭小船偷渡 這是我們常看到的 搭小船 這個有時候偷渡直接進來的 我們也常常發現這一些 許醫師因為免簽證的關係 很多人如果進來台灣 又能拿到台灣護照 他是可以透過台灣到第三國 歐洲啦 然後像美國這些國家 那我們接下來要看一下 一個VCR是關於這整個故事 我們聽起來好像很駭人 可是真的在台灣發生 來 我們看一下 男主角臉皮互換 用對方的身分過生活 沒人察覺異狀 電影情節 如今卻被大陸的溫性女子仿效 不過他割掉的不是臉皮 而是雙手實質指肉 變造指紋 企圖闖闖入境 我老公說叫我等兩年 等我的這個管制起到了 他再娶我過來 可是我等不了 我就去做了指紋 想快點嫁過來 剛做完指紋變造手術 就迫不及待來台 最後也因為指紋 隱於常人被發現 白白忍受挖柔直皮的疼痛 因為溫性女子的手指傷口 還沒愈合 顏色紅白不均 和一半的平均肉色明顯差很大 除了顏色 形狀也很怪異 一般人指尖最多出現一個漩渦紋路 皮膚圓滑平整 但溫性女子竟有兩個螺旋 而且指尖突起 警方比對指紋12項特徵後 找出女子真實身份 原來早在前年 他就因為預期侵留和行蹤不明 遭驅逐出境閒置來台 但為了會情郎結婚 花了將近3萬元台幣 破壞十指指紋 正值大動作進行變臉手術 包括割雙眼皮 龍鼻文唇 只是這些軌跡在人臉辨識系統下 無所遁形 從耳朵眼距下巴 證實是同一個人 一切苦心全部白費 其實想要變造指紋闖闖關 沒這麼容易 按下指紋送進系統比對 馬上查出真實身份 但是也有帶圖把指紋磨平 躲避追查 把那個指紋用刀割 或是一些 一些錯模的工具 把它破壞 可是破壞 你要整個 獅子指紋破壞的案例 事實上是不多 那破壞之後 所新的 生成的疤痕 也變成是你的特徵 那目前國內 我沒有聽說過醫院 在做這樣的說 國外也有案例 帶途將升起其他部位皮膚 植入手指 不過依舊逃不過精密遺棄檢測 像企圖闖關的溫姓女子 前方百計來台 還沒見到情郎就被遣犯 還陪上9年內 不得來台的下場 3天新聞裡先起楊麒麟 台北採訪報導 所以回到現場 我們輕鬆一點來告訴大家 如果曾經養過賽鴿的人 鴿子比賽大家知道 這個賽鴿 人家說這隻分招還是要弄辯士 怎麼知道這隻鴿子到底是冠軍鴿子還是什麼 有時候一隻冠軍鴿子賣幾千萬 一千多萬都在買 你要知道這隻是冠軍的還是亞軍的 其實鴿子就看什麼 就看眼睛 眼睛那個鴻膜 它的獨特性不可能一樣的 所以沒有辦法假的來就對了 那我們現場我們賴岳謙老師 我們要請他講一下說 賴老師你這樣在研究 國外好像偷渡了各方面 出頭很多 好像也很多方式 不過有時候在防恐來講的話 他們也是想盡辦法 這恐怖分手是想盡辦法 讓你無從辨識要偽裝進去 我們台灣也面臨這個問題 國際上是怎麼處理 國際上當然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對於偷渡進來的 偷渡進來的防禦比較難 防禦比較難 比較難 其實台灣當時也是一樣 台灣以前在偷渡課進來的時候 現在台灣的偷渡課很少 以前我們的親爐 常常關了滿滿的人 對 現在台灣親爐都是空的 空的 已經偷渡課很少 因為可以自由行 不是 主要是因為 兩邊的經濟發展不平衡 台灣這邊的發展陷入停滯 大陸那邊發展的速度很快 所以台灣這邊的就業機會 跟就業的環境 沒有對岸那邊好了 所以大陸他們的很多人 他們不願意冒這麼大的危險 偷渡進來 您剛剛講到的就是說 他為什麼要想冒進台灣 其實現在要進台灣主要的不是說 他要偷渡進來 是要取得合法的身分 所以那不是對台灣來講更危險嗎 對 因為 但是我們如果就國家安全局來講的話 他反而不會很擔心你合法進來的 可是現在剛剛我們看到 對 所以你合法 那個換指紋的那個 這個是不合法吧 沒有 因為你合法 你合法 所有的合法進來 就是說你不要去用偷渡船進來 譬如說你坐飛機 或者你坐輪船 你經過海關 合法進來 因為你進來多少 有沒有出去都馬上可以掌握出 也就是說我進來1萬人 我出去只有9000人 那1000人跑去哪裡 怎麼辦 你找不到 那就要去找 沒有 一般來說你只要進來 就比較容易找了 因為我們進來了以後 比較容易管制你的行蹤 其實我們的國安局也沒有想像中 那麼工作的作業能力 那麼沒有辦法掌握 那個外來人進台灣的行蹤 那為什麼有一些違法工作的人 不抓一抓把他送出去 您講的是違法工作是指的是 像剛剛蔡德勝不是講嗎 不該工作的人都不要來 來了爬爬爬 不該來的都來了 這國安局長講的 沒有 你如果說到很多小吃店 或者很多像醫院很多 他們都是合法身分來的 他們是駕到台灣來 那個合法人不管 他駕到台灣來 可是他講說不應該來的來一堆 剛剛國安局長不是講 不該來的來一堆嗎 那個國安局局長他講的意思是 是在於說 假設你申請的旅遊是來台灣是 探親 是探親 或者是來商務考察 或者是來學術交流 來旅遊 對 那你本來假設你來 是應該來學術交流 那你就應該單純的進行 學術交流的事 進行完了以後就走 例如說他可能跑去探訪 那個民間的哪一個村里領長 那就是鎮立宗才這樣子 這個就跟你的學術交流的意義 那個不一樣了 所以國安局局長講的意思就是說 你用什麼理由進來 你就應該做你用的那個理由的事 你如果不是用你那個理由進來的 我們就認為你這個就不應該來 那就應該把它驅逐出境對不對 驅逐出境不容易 因為一個國家不能隨便驅逐 不是 他已經違反了來的目的 所以國安局長講的 像那個鎮立宗來的不是每次說兩岸開的 結果他不是爬爬罩嗎 國安局不知道 都知道 都知道從不處理 其實都可以掌握出他們的行蹤 因為這個部分沒有你想像中 我們國安局的這個部分的掌握能力還不錯 還不錯 所以隨時可以找到人 隨時找到人 可是偏偏不該來的來了一堆 所以那更慘 如果那老師說都掌握得住 隨時可以找到人 可是偏偏不去找 不去處理 那更可怕 那這個政府的信貸可能會更可怕 那誰誰叫他不要去找的 那個怎麼找不到 什麼什麼什麼 你不要在嫁 我跟你說 你要抓二樓有多抓 因為二樓 國安局會罵你 請你用字遣詞 要文雅一點 有老公司 洩漏國家機密 怎麼可以用那一個註譜 我跟你講 那個 國安局針對進來的人 他能夠掌握才有鬼 這樣夠文雅 這樣夠文雅 你得感到老師吐槽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他們進來都有他的名目 其實 因為台灣 我們的戶口制度都很... 中國如果要放人進來 他的假戶口 誰要做做的人就進來 這倒是個問題 第一點 第二點 他來這裡 都來信通話鬼 所以你看 在哪裡 來信在哪裡 來信在座 來信在庫抵 在重要的機關 機關放在床口 你這樣說得很容易聽不懂 你整幾年... 我想說你要說總統府 說行政 那也有 什麼庫抵 那也有 因為你看 整幾年有一個 我們國家有一個電算中心 電站中心 電站中心在... 在哪裡你知道 我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 你怎麼不知道 可是大陸人知道 你怎麼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是因為大陸人... 我是因為大陸人跑去那邊偷照相 被照了以後 我才知道 我們國家的電算中心在哪裡 所以你看 用過了 我們這裡的政筆 你沒人知道 那是電站中心 但是中國人來 知道在那裡 還知道 走到裡面那裡 那裡有事嗎 對嗎 沒有事 還送回去 還送回去啊 那不是親愛 我們國家機密 應該抓起來嗎 有幾個 抓到幾個 間點 也是都送回去 為什麼要送回去 所以我們國家沒租款嘛 你怎麼租款這種的就要... 什麼沒租款 我們選總統就沒租款 你學不會說 我們總統說 我們不是國家跟國的官員 你也好了 真的喔 你總統這樣說的 我們是選總統的選什麼 選送的而已 沒有啦 我們真的是選總統 你不要亂講 他根本就沒在替我們台灣出頭 再來你看中國人來到台灣 第一 你沒有實力管理 第二 一來幾段關 我前幾天調一些 因為有的智學生 現在十二年國教啊 有些智學生說 我們就管理了 因為 欸 他讀書都要錢 智學生 我們現在在國口、國中 那都要自己讀錢 怎麼說 因為在家裡要自己讀書 智學的啦 智學 他不是去... 那很少啦 那很少 很少 但是他要自己讀錢 對 我知道 但是你要知道 很多來醫生 他拿到居留證 居留證 他的孩子 不是生的 都情緒 情緒生的 都坎坎來 都去幾段來 幾段來台灣 對 在享用我們的國民、義務、教育 那都不用錢 嗯 跟我們的孩子一樣的 都不用錢 我們台灣有錢 所以你就知道嘛 無所謂啦 重點不知道 那不怪 現在 很多阿拉克 唱那些偷渡客 沒有啦 不可以叫阿拉克 叫中國大陸人 偷渡客 他唱說 有告訴你 前幾年在萬里 有一個 一個偷渡客 搖起來 回到一個 給中國 中國觀光客 他說老鄉你怎麼來 你怎麼來 我坐筒子來的 他說我搭飛機來的 比面兩個一人都花十萬塊 坐飛機也十萬 坐筒子來的也十萬 也十萬塊 那他要搞什麼 但是他來 同樣透渡客 很多來體驗 母家要去賺本錢 做去這裡 還賺說 真好賺 台灣人很有 很有神心 哇 你看 聽說那個做乞丐的 來台灣 他說他要來醫美 要來做整形 那一塊來做整形 應該是有錢人 結果他來到台灣 整形沒有做 他就跑了 跑了以後 他就去一些廟室 捷押 當乞丐 聽說一天 本青 會萬幾塊 本萬幾塊 不是啦 一天萬幾塊 你們台灣人 脊椎 我跟妳說一遍 還有 剛才你說紫雲 以前我們公司 有請要提供軍人 要是身體不好 回去中國療養 我看那種身體 差不多 不用多久 結果 結果 我們的退府會 他差不多要領十幾年 每年都有 抖手沒回來 因為我們現在退府會 老蝦 老蝦 回到中國 他每一年要領錢 都要抖手沒在才領錢 抖手沒叫抖 他不是在大陸 已經這樣的嗎 對啊 帶手沒都回來 你是說 墮起來 然後每年就再走 拿起來後進防腐劑 每年回到他們 領錢就可以了 真的假的 真的啊 墮起來進防腐劑 然後 都要領錢這樣 所以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沒辦法 我跟妳說 我跟妳說 我沒有跟你騙真正 不可能吧 那種抖手沒照 沒差 因為我們的退府會 在中國根本就沒辦法 找到那個人 看他到底是死的 我覺得是我們退府會 可能查證不死 至於說那個墮起來 放到防腐劑 我是覺得好像不太可能 這我給委員解釋一下 有可能 因為我們的退府軍人 如果說他要 因為他們是半年領一次的退休縫 可是他們領不是在退府會領 是在郵局領 所以他一定要拿身分證 拿他的定件 沒有 他在中國 人在中國 沒有 他在中國 人在中國 記給他 我知道他有記給他 對 沒有 不可以 按照規定他半年內 一定要回台灣一次 那是後來修正 我們那時候是還沒有修正 還沒有修正之前 後來他沒有回來 也可以直接會給他 有會給他 後來那個都有 但是因為他一定要 一定要回到台灣來 要合適 那是買了 所以監察院曾經糾正退府會說 他們都沒有回來 你為什麼會到中國給他們 那是最近才改成這樣 我們以前是這樣 以前我們當立委的時候是這樣 後來改成 所以是後來把它改成說 現在沒有回來不能擬 也就是因為退府會 對這些沒有回來的人 一樣寄給他 監察院就糾正了 糾正以後才變成說 他現在半年要回來的時候 以前是不必回來 不必回來 可是他要蓋子紋回來查證 可是很奇怪 他人在大陸都已經過世了 每年都還是蓋子紋回來 所以 見明知道是不是 躲起來 已經去世了 然後把他在防武器裡面 然後每年 他那邊的親戚幫他蓋一蓋 還來擰 所以才不懷疑這樣子 我就 這樣也很恐怖 現在你還要 他如果沒有感情 在中國 他們有一個說法 人死了有時候比人活著還值錢 真的嗎 不可能吧 每一個地方都可以買 不然你看他剛才那個變造紙紋 他的紙紋從哪裡來的 難道從活人的紙紋把它塞下來 也許價錢比較高 但是死人的成本不是更低嗎 眼睛也可以換 所以很多要換器官 所以我都去中國 去中國換 換刀 換心中 換什麼 都有價格的 你不要說有這麼好 都有價格的 就聽起來 這聽起來會雞皮疙瘩 真的 所以這轉手沒 這是稍微一點點而已 對啦 手沒稍微一點點 其實而且 我剛才在說 很多現在中國很遇到什麼 來台灣做醫療或是醫美的 這樣的平台跟這樣的數量 你會嚇到 因為為什麼 我們醫美很幾年 雨後春孫 但是因為競爭力越來越低 大家開始消假 也招不到客人 只好往人多的地方 所以很多中國的貴婦她會來 但許醫師 來這邊如果 如果是真的來 來這邊消費我們也歡迎 對 可是民間 人家說名槍一朵 案件難防 為什麼 用合法掩附非法 老老師 那就是說你看看都合法 他實際上要做什麼問題 國安局 調查局 他好像監控 監控逃掉的那幾萬人 有幾個人 沒有辦法 根本沒有辦法 聽說以醫美為名義 來台灣的這些自由型的 中國觀光客 已經跑掉一百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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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知道的 不知道 已經變成龍了 然後最 最奇怪的就是 最奇怪就是他來竟然 可以化身為乞丐 然後又開始去 刑起 所以台灣的乞丐也很生氣 為什麼 突然間 我們說各行各業 都有人來競爭 我告訴你 這邊要少選一個行業 乞丐行業 都照樣有人來競爭 台灣的乞丐多可憐 台灣的乞丐說我斷一隻手 那我很可憐 斷一隻手 我坐在那個 譬如說行天公哪裡前面 我們大家都愛心就捐錢對不對 給他一點錢 可是中國說 我們派一個更可憐的來 派那個兩隻手都沒有的來 中國有沒有很多 你說台灣也有兩隻手都沒有了 他派一個兩隻手沒有 再加一隻腳沒有的 你如果說 正人要跟他比可能 他可以派那個 沒有手沒有腳的來 所以你想要跟他拚這 你就拚輸一 比不過人家有13億人口 人家要變什麼花樣 總是會想得到辦法 我覺得大家剛討論的 就是不外乎兩大點 第一個就是說 就越機會了 被剝奪 被侵略 第二個 大家著眼的應該就在 國家的安全 就是說 當我們跟人家簽了一個 影響範圍這麼廣大的 從生老病 從出生一開始 甚至到這個送中的殯葬業 都會受到影響的協議的時候 我認為國家安全 的確是應該被放入考慮的 因為我們面對的是中國 就是說中國在面對全世界 各個國家的 跟他有競爭性關係的國家的時候 他都絕對不會放棄 他的情搜 他的情資的收集 更何況是他對於台灣 所以剛剛大家講的 有一些很奇怪 做一些奇奇怪怪 旁門左道的這些方法 我覺得未來有可能會變小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開放了 以後人家的管道更多了 他不需要去找一個這麼奇怪 這麼極端的方式 因為我們開放了 他可以用一個比較安全的 比較大大方方的民意來台灣 這個東西就更可怕 就是說他們來了之後 人來了 錢來了 他掌握了我們台灣 最主要的經濟動脈 改變了我們的經濟型態 然後滲入我們的生活 因為我們各行各業 都會跟他接觸到 我覺得這是最可怕 然後他到最後 我要講的就是這個 他到最後會不會 進而介入我們的政治 這是最可怕的地方 最可怕是聯合中國 聯合報跟中國時報 你看 這兩個報紙竟然頭版頭條 幾乎一模一樣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簽了 簽了 我說這個要簽六合財 也就算了對不對 不是 是簽服務貿易協議 簽了 難得聯合中國竟然同樣標題 我不知道聯合報 會不會告中國時報 你抄我的 還是中國時報告聯合報說 你抄我的 奇怪 我第一次看到 這麼重要的報紙 簽含頭版頭條的標題 一模一樣 脈老師你怎麼看 標題一模一樣 這個的確是很罕見 因為等於是 他們的想法都一樣 但是我們還是在 我覺得我還是要再強調一點 就是說服務貿易協議一般來說 大部分的國家在簽這個FTA 或是TPP的時候 一定是擺在最後面 因為那是一個國家 最重要的東西 我們為什麼擺前面 但是因為台灣這方面的發展 是比大陸成熟 我們的競爭力真的是比較大 我們生氣的地方在哪裡 其實我一直在強調的地方在於說 因為這個是產業 對台灣來講是成熟的產業 而且台灣現在因為 幾乎所有的高中生都會讀大學 幾乎所有的大學生 都可以從大學畢業 所以我要講這意思也就是說 台灣的大學生去走入 生產製造勞工的很少 他大部分都走入服務業 台灣的服務業的水準之高 服務品質之好 手法之細膩 優質 其實跟我們的高等教育大學生 投入服務業有關 我還是強調一點 但我們為什麼會生氣 會反對是在哪裡 就是說他在這個簽了以後 對我們的GDP的貢獻 有利的產業在哪裡 例如說他要說明白 對哪些產業有利 然後第二個 他會創造多少就業機會 然後他會增加多少GDP要說 第二個 他會對哪些產業造成傷害 會造成多少失業率 利弊得失 對 都要告訴我們 說得清清清清清 有說不 就是不說 不說 就是不說 大家起到要死就是 我會不會說 沒有啦 最出名是 王金平是五人小組 我一直在講 賴老師五人小組 都不說 都不知道 對 都不知道 那換句話講 只有你滿19個人在搞 我們可以這樣子嗎 我們有這樣的總統 你能信任嗎 這就是信任危機 可是馬總統 他有人說他剩13% 上個禮拜卓葉雜誌說他只剩8% 我8%我就是要這樣 不然你是要怎樣 我們要怎樣 我不知道 反正我還是看到這兩個 簽了 你看 兩個報紙竟然頭版的標題一模一樣 我還第一次看到 但是又怎麼樣 有間諜 有間諜 我不知道 來休息一下 我們讓他們回到現場來 回到現場要告訴大家 我們的國安局長蔡德勝 蔡將軍告訴我們說 不該來的來一堆 他就來了 大家看到 有人竟然換了指紋來 換了指紋來的是什麼 是個女的 所以我們給大家看 女的來 好像間諜女的比男的有用 是不是這樣子不知道 但是我們如果看到 我們看到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是國際的媒體大亨 媒陀 她的太太 第三任太太 是一個中國人 這叫鄧文迪 那麼在英美人家把她稱為虎妻 老虎的虎 像老虎一樣的妻子 就是她很強勢很強悍 那麼我們用這個來告訴大家說 有人在懷疑說 她可能是中國解放軍的間諜 有人在這樣講 那這真的假的不曉得 但是已經有這種聲音出來 所以在這裡 我們要請我們的徐老師 來告訴大家說 其實各種間諜 尤其用美色進來 好像是蠻多的 徐老師 其實我們看一下鄧文迪這個case 回到第一章好了 我們回到第一章 就是她的最基本背景 這是目前國際上很重要的一個 也不能說花邊新聞 因為這裡面牽扯到梅多 他這個集團的財產 因為他要跟他離婚了 很多人在講說離婚的理由是什麼 在講他這個故事之前我們先談 鄧文迪其實他不是華裔 他真的是在中國出生的 他一開始名字叫什麼 叫鄧文革 文革 鄧文革 他大概17歲的時候改名叫鄧文迪 這個名字有政治意義 不過我相信在那個時代 很多時候都會取這個名字 什麼向洪 向東 向羊 對 在中國都是這樣 他比較有趣的是怎樣 他到美國唸耶魯之後 他為什麼去唸耶魯 是因為他被人家就是 類似領養這樣帶去美國去 被一對養父母 把他領養然後帶到美國去讀書 耶魯 然後有趣的是他進入新聞集團工作 他先嫁給梅鐸下面的一個幹部 他先是嫁給他這個亞洲衛星 電視業務的副董事長 梅鐸業務其實非常廣泛 各位打開有線台 好幾台其實都是梅鐸的 只要有星星的 其實都是他的 還有FOX 後來他嫁給梅鐸 第三任太太 這個東西很震驚 為什麼 第一個 他是中國人 梅鐸的事業非常大 梅鐸是澳洲人 可是他為了到美國去投資FOX FOX在美國政治影響力很大 胡思電視網給大家 這個美國前副總統前妮說 他只要到每個地方 他的警衛都會先把FOX訂台 就一打開電視只看到FOX 那所以他政治影響力很大 那問題之所以出現很重要 就是說當時結婚有個婚前契約就是說 他生了小孩沒投票權 因為梅鐸這個新聞集團 其實是家庭 他的有股東的權利 但是沒有投票的權利 對於這個集團裡面的股東權利的行使 沒有投票權 對 簡單講就沒有繼承權 2011年的時候 鄧文迪讓大家注意到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世界報的事情 到英國國會去開這個聽證會 因為有竊聽 政治人物 警察的問題 還有官商之間的問題 有人要去攻擊梅鐸 他出手 動作非常皎洁 聽說那個動作皎洁到 那個像解放軍的那個 特戰部隊的功夫 我比不出來 因為我不是特戰部隊 聽說非常的俐落 所以大家看那個伸手嚇一跳 所以這又是另外一個一炮而紅 所以我們看下一張有談到說 這是中國一個天安門的名譽人士說 劉剛說他可能是這個訓練有術的軍人 訓練有術的軍人 因為他有一些 就是他的這個 往上爬的過程裡面 譬如說念耶穌這個學費 是真的他養父母出的嗎 聽說養父母出了以後 後來他跟養父不清楚 然後呢 後來養父母就離婚 後來聽說他好像嫁給養父是不是 是不是有這一段 我不曉得 OK 好 就是類似這樣的事情 也就是說很多人都認為說 他其實是靠著這個婚姻的關係 或是一些關係往上爬 我的感覺這些東西都浪家 在目前新聞界或媒體界 一直會關注就是說 他對新聞集團影響力 雖然就算離婚 那離婚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我相信這是很多人在關心的 所以我們今天會拿出來討論 不過我們今天還 等一下會看很多BCR就是說 真的是有女間諜 真的我們的高官 因為女色 難過女色 我們的高官 聽說是個 是個將軍 將軍 對 好 我們看一段BC 來 我們看一下來 電影《色界》當中女情報員 用美人記讓情報頭子難以招架 現實生活中陸軍少將羅賢哲 也是過不了美人關 而被吸收成為共諜 2003年羅賢哲被外派泰國擔任武官 就是這段期間 中共派出一名年約30歲的女子 接近羅賢哲 氣質家身材好的女子 很快就獲得羅賢哲的信任 並且產生情愫 兩人幾乎天天聯繫 而國家軍事情報也就這樣 一點一滴洩漏出去 據傳 每賣出一次情報 羅賢哲就能獲得美金10萬元 從小的認定是中華民國 我們看到青年白日滿地紅 我們唱了三民主義的國歌長大 假如一天變了怎麼辦 那我做了什麼事 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樣的心理 但當你猶豫不決的時候 意志薄弱的時候 就被人家有機可責 泰國香港和新加坡一直以來 都是兩岸諜報人員交手的地方 非情報系統出身的羅賢哲 在國家認同出現混亂時 難抵重金和女色的誘惑 成了背叛國家的間諜 他不是一個情報出身的幹員 他是一個國軍的幹部 大概這種訓練恐怕 也沒有受過這種訓練 我不知道他確實原因是什麼 在我想離不開這些 因為我們訓練的時候 九色才氣 我們都考慮清楚了 現在有立委質疑 台灣國軍恐怕也會 淪落在大陸的美人計嗎 取得中華民國國籍的有幾個 這個我手上沒有 我請正在局會後 你不要請正在局回答 你剛剛都可以回答校委員 可見你剛剛回答校委員的 都是錯的 國防部長高華駐被立委問得 啞口無言 因為根據初步調查 包括上校在內的校籍軍官 魏籍跟士官長在內 有二十六名國軍取了大陸配偶 士兵也有五十四人 至少有七十人 恐怕有國家安全的疑慮 對這個中國人士的這個交流 必須要料敵從寬 欲敵從嚴 要用這個最嚴謹的態度 來避免任何在國家情報安全網 有任何的漏洞 試涉國家安全 立委強調 並非歧視陸籍配偶 與國軍的婚姻權 尤其按照對岸法律 結婚必須男女雙方到大陸登記 但根據台灣法令 國軍只有業務交流需要 被指派出席會議 或者在台灣的配偶四等親之內 在大陸發生意外 必須前往探視等三種情況 能前往大陸 若是用其他名義到對岸登記結婚 顯然已經違法 所以回到現場 我們就知道說 其實情報每個國家都要做 台灣要不要做情報 當然也要 那做情報最有效的是什麼 其實大家知道錢 我們說幾千塊美金 竟然買掉了我們的軍官 把我們的上校都買掉了 大家記不記得 他就把情報給出賣了 包括調查局的人 幾千塊他竟然把我們一些資料 然後就賣給了中國 有沒有 有 台灣也會用吧 所以難道我們台灣就沒有女間諜嗎 徐老師 台灣女間諜好像在國際上 曾經有個案子很出名的 那是哪一件 對 就是說 這個高官難過美人官 美人是我們這邊的 這是我們的 高官是美國的高官 這個是高官指的是美國 美國的高官 這個美人是我們真的美人 這個我想之前其實蠻轟動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事情 美國FBI都介入調查這個事情 對他們言 這算是 我們不要用怎樣的立場 從情資的角度來看 這算是一個成功的 成功的一個例子 其實以色列跟美國好不好 好的不得了 請問以色列有沒有在對美國做情報 我想 還是有吧 對 各個國家 其實這是慣例 就像 陳念慈 這個是台大政治系的學妹 1970年生 各位看 她是軍人世家出身的 她台大政治系 北女 然後台大政治系畢業的時候 她去考國安局 她是國安局首批招收的大學生 也就是說比較公開的 就是說 就是大學畢業以後才招收的 以前都是自己培養的 或是他們從高中 軍校自己培養 這是好像第一批 從文職學校 文學校畢業招進來的 對 她還滿受重用 各位看 她是在當駐美聯絡員 也當做駐歐的聯絡員 主要的案子是凱德雷 凱德雷是誰 是美國亞太的副駐親 這官職很大 對 高官 很重要的決策 台灣希望 如果跟他關係密切 台灣當然可以知道說 美國政府 其實賴老師也常講 他在轉向他的一些方向 他的思維是什麼 怎麼去發生這個事情呢 就因為他買了東西送陳念慈 然後有刷卡記錄 送陳念慈 有刷卡記錄 守勢 所以被美國FBI發現了 對 所以這個發現有私情 他也承認了 後來他也下台了 我想陳念慈應該會受到很大壓力 不過我們談這個案例就是談說 其實國際之間 真的關係相當複雜 為了維護國家利益 有很多人是做很多犧牲 我們看下一個 這個高官只講的是中國的高官 這個又是一個中國高官 這個美人是哪裡 美人應該算是法越混血的美人 那一定很漂亮 越南 出生地越南 是 法越混血 因為越南 我們知道中國跟越南關係 其實不是不好 有打過戰爭 他那時候 隨著他父親到雲南的時候 之後跟中國很多高官 最有名的是這個 前財長金仁慶 中國這個金仁慶很出名的財 財政部長 可是他不只一個 他是他們號稱所謂 他們講比較不雅的稱呼 叫公共情婦 就是說很多高官 共用的 應該算是這個交際花之類的 交際花 交際花比較好聽 對 然後因為這樣子這個金仁慶丟官 大家都講說他是不是越南派來的 甚至不只是越南 是不是從歐美這邊過來 我們看到這些例子談的都是 其實我們所了解的這個李威 其實他雖然是出生在越南 可是好像也有替台灣蒐集情報 這個也是一個 所以高官指的是中國 可是我們看一下 高官指的是中國 這個美人其實好像也有替台灣蒐集情報 這一部分我想這個也不能夠 說到台灣我們就把他隱瞞掉 對 其實我們為什麼談這個 對於台灣這樣的小國而言 很多情資大國情資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看一個相關的VCR 來 我們看一下來 48歲留著一頭烏黑長髮風韻尤存 他就是被維基解密發現 周璇在中國高官的台灣女間諜李維 外傳四年前前中國財政部長金仁慶 就因為和李維的桃色飛紋 才黯然下台 他不是一個交際你的話 就是一個雙面諜 我擔心這個李維 會不會也把台灣的情報 洩漏給中共方面 李維母親是越南人 父親有法國協同 早年全家以難民身分逃到雲南 卻搖身一變成為女企業家 外傳雖然不是角色美女 但溫柔有氣質 和15名部長級人物關係匪淺 就連中國統戰部長杜清林 也傳出拜託十六群下 這個當事人應該沒有中華民國國旗 所以是不是台灣的女間諜 還不知道 第二個 這個當事人真的有跟那麼多高官 有那種過程神秘的關係嗎 我們也不 我們也這個未得知 中國財經雜誌還曾以李維當封面 暗奉她是政治圈公共情婦 利用裙帶關係盤上位 儘管風風雨雨不斷 但李維最終都能全身而退 也讓這位傳說中的女特務更甜 神秘色彩 三日新聞發言話 洪寶彤採訪報導 賴老師 這個李維剛剛講說 好像有替台灣蒐集情報 不過這麼一講 又好像不是替台灣蒐集情報 不過不管怎麼樣 假如真的有替台灣蒐集情報 他又不是台灣的人 也不是台灣 也沒有中華民國國旗 所以看起來這個國際上用財 社 然後用各種方法在培養間諜 甚至不是自己國家的人 好像這看起來滿精采的這個 對啊 就是說如果跟女生 跟社有關的時候 大家眼睛都會亮一下 真的 就覺得好像比較精采 你年紀看太多了 可是不要忘記了 其實維基解密的時候 也解密了很多台灣 現在在政壇中活躍的很多的人 也都在幫美國人 蒐集台灣的情報 好像有提到一個市長是不是 不只 搞不好以後是總統 所以甚至有一些人被美國是 界定是現任級的 憲民級的意思是什麼呢 憲民級的意思只有兩個概念 一個要不只有收錢 另外要不就是說一旦有危難 就緊急把你帶走的 它叫憲人級 他們英文叫什麼 insider 對 也就是說這種 所以我們台灣你可以看到 台灣目前在政壇間裡面 美國在台灣的AIT裡面 多願意多跟我們的學界 然後我們的政界 學界 他們有多少接觸 動不動吃飯 聚會 喝酒 打電話 約會 聊天 這個AIT在台灣的情報做的 也是很厲害 問題做完了以後都 都把今天跟你講完的東西 回去就趕快打報告了 打完以後就傳進去 連講什麼都出去了 而且要規定 他們美國人在台灣做的 情報做的導師真的很好 因為他今天跟你講話 什麼時間跟你講的 講了什麼 他全部都要 而且要寫得很清楚 打完了以後就送進去 所以才會危機解密裡面 這個檔案才會被曝光 曝光以後才發現 這麼多台灣的政壇的人 有人講最高那個人的壞話 最高那個人在還沒有到 最高的時候講了誰的壞話 然後這個市長曾經在 還沒當市長之前批評的那個人 那個人又批評這個人 然後最後AIT還寫說 我們的一個市長 曾經是他們的insider 對 所以你從這邊 這很可怕 你從這邊你就可以知道 就是說事實上在情報工作裡面 大部分 因為美國人特別喜歡 用他們的駐外的 外交官的身分來掩飾 掩蓋他們的情報官 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這典型的例子是前段時間 現在剛剛抓到了 美國的CIA中央情報局 派了一個間諜 要到俄國去 要到俄國去 要去撤反俄國的 國家安全局的官員 這大大 要去給他放一個汽子就對了 要叫他做美國間諜就對了 他是俄國的 等於說我們的國安局的官員 要去吸收他 來幫美國人做情報 這個CIA到美國 到這個美國的中央情報局的官員 到了俄國去以後 就變成美國人駐俄國 駐莫斯科的這個大使館的政治秘書 他用這個外交官的職位過去 目的是要做情報 對 然後他就變成外交官了 外交官了以後在俄國 然後他就想辦法去接觸了解 有哪個俄國人的國家安全局的 俄國官員可以吸收 好 那他就去吸收 拿10萬美金 那很多錢 拿10萬美金 然後自己又化妝成為女生 帶了兩頂精華 然後結果要去跟人家約會 要建坦 然後要繳錢的時候 那個俄國的國安局的官員 KGB KGB 那是KGB的後生 KGB的後生 KGB是蘇聯的時代 蘇聯的時代 對 結果人家怎麼樣來修理他 人家就找了媒體記者 你去搞什麼時候 媒體記者就把他拍起來 整個拍起來 然後他那個還化妝 塗口紅 戴那個金髮 男生 美國的情報員 偽裝成為美國的外交官 然後要去吸收人 要繳錢的時候被人家抓到 人贓巨貨 人贓巨貨 底下的通訊工具跟交付任務的紙條 全部都被抓到 連錢都在 連錢都在 Java也在 口紅也在 然後整個把他錄影拍下來 最後還在電視播放給全世界看到 這很精采 這很精采 這也很激烈 美國人 怎麼那麼低路呢 激烈 美國人的情報水準 大家都嚇到 這一次又抖出來了 更 史諾登這個 史諾登 史諾登的這個網路情報 其實這個就凸顯一個問題 就是2003年之後 美國人他們開始依賴網路情報 然後把傳統的情報的數值 開始下降 原來美國的CIA的水準很高 美國CIA他在吸收 這個情報人員的時候 他都到美國的 昌春藤的名校裡面 耶魯 哈佛去 耶魯 哈佛 所以我們這裡有 你說我嚇到哈佛 我們總統哈佛的 他總統去接名校 因為越營的CIA 都在美國的名校 頂尖層 長春藤的系統裡面去找 我想到一個事情 我們蔣經國總統 曾經講過一句話 不可以有牙刷主義 不可以有育工主義 公育的育 把公育反過來變育工 就是說去租個公育 然後在裡面租 為什麼 我就怕死 要靠去移民去美國 所以蔣經國是絕對不用 有綠卡的任何一個公 來當公務員 可是為什麼馬英九拿到綠卡 竟然可以當蔣經國的秘書 蔣經國不知道 他連酒精國就敢騙 騙我們台灣人說什麼 酒精國這麼好騙 酒精國也是情報投資 對啊 他怎麼會受騙 有沒有美國人幫忙 那才是問題 美國是不是有到處卡牌 美國有沒有幫忙 幫忙騙蔣經國 蔣經國那麼容易被騙 蔣經國那麼容易被騙 剛才說情報人員 下落 其實現在台灣的情報人員 也很下落 沒有 大家看最近 中國抓了一些台灣間諜 他現在經常都叫台商 在做間諜 結果那些人 跟包括一些退休的人 去中國做間諜 那都做兩面諜 拿台灣的錢 輸進去那裡 還要吸收中國的大關 然後去收買他們 結果是也拿中國的錢 然後中國提供假情報給台灣 然後他在拿這個情報給台灣 然後接著 他也吸收台灣的情報給中國 兩面諜 所以我們現在跟中國 兩面諜在台灣 在中國竟然抓久了 我們台灣有沒有兩面諜 有保險嗎 一定有 現在 這不夠這還不夠 但是 會不會是美國的間諜 也是中國的間諜 那種兩面諜 現在 現在的社會都是理會做 像賴老師講 CIA在台北有沒有贊 一定有個贊 有啦 對不對 AIT就是最大的贊了 還有什麼贊 對不對 不必客氣 這個不必 不必懷疑 這一定是啊 許醫師不止 不止 除了在AIT裡面 我們在AIT外面 他這個 因為他們的火 在外面我們就不知道了 在AIT裡面一定是 這一定的 其實第二個 剛才講說 他們去當這個國安局駐歐 或駐美的聯絡員 這個也是當地都知道 你們這是台灣國安局來的 東岸西岸都有派人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情報某種程度上 其實是國家之間 彼此心照不全 只是說有些紅線 你不要去跨越的問題 不要close那個紅線 很多的時候我們派到 我們國安局跟情報局派的 不太一樣了 因為國安局派出去的 他們到 例如說他們派到美國 或是派到法國 他們會跟當地的 他們的國家安全局的官員 會打個招呼 說我來報到 來報到 所以其實台灣有很多的外交官去 美國也知道你是來幹什麼的 外交官的話就不會 像我們台灣外交官 外交部派出去的 外交部不會 對 因為我們各個部位都有派人 以前新聞局有派人 教育部有派人 叫做文化參試 這個叫新聞參試 還有什麼 我們國安部也有派人 我們有五官 對啊 你五官來幹什麼 人家也知道你可能還要在幹什麼 大家都知道心照不全 所以時期 其實這樣講起來 在做這些的時候 我發現我們台灣應該間諜不少 自由行跑掉這麼多人 我們台灣現在最多 哪一國的間諜最多在台灣 應該是哪一國 應該是中國 因為他最想要知道我們的情報 所以剛剛我們在上一段的時候 看了VCR 蔡德勝說心懷不軌的不該來 我覺得他真的太傻太天真了 心懷不軌的才會來我告訴你 其實因為他心懷不軌 所以他才要想當設法一定要來 那我覺得在過去這段時間 我們看到很多女間諜的那些新聞 然後很多人就覺得 哇 很有興趣 覺得很好玩 因為女間諜大家都開始品頭論足 因為這跟色有關 跟錢有關的事情 大家都會很感興趣 然後大家開始品頭論足 這個女間諜他到底牽涉的人有幾個 然後他的相貌怎樣 我記得前一陣子的 俄國的一個女間諜 長得這樣貌美如花 又很年輕 那個好出名那個 在美國那個被美國抓到了 沒錯 後來被抓到了之後 然後全球都在討論這個人 因為這個人外型怎樣怎樣的 但是我覺得放到我們的現實生活中 來看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的心房好像就真的比較開 就是說我們在面對中國的交流跟互動的時候 我們對於這一塊 國家安全的這一塊 其實是逐漸的在放鬆在放鬆 那現在我覺得比較大的危機就是說 當人家可以全面性的過來 錢過來 人過來 我們也大幅的開放的時候 就是他真的很快的時間之內 可以達到入戶 入腦 入心 而我們的人 到底有沒有這樣子的警覺說 到時候真的可能你身邊全都是匪諜 你可能去洗個頭 那洗頭幫 洗頭小妹在跟你聊天的話題當中 匪諜就在你身邊 對 就是會不會 這是蔣介石跟蔣經國的時代 告訴我們的 在電線桿上都有貼的 想不到竟然成真 就是說因為中國對於情報的蒐集 對於他們人事上面的部件 從來沒有鬆手過 對 他對美國是這個樣子 對英國是這個樣子 對俄國是這個樣子 更何況他對台灣 各位不要忘記 他在歐習會之前的時候 美國本來一直要跟中國施壓 為什麼 你們那個駭客一天到晚 都來蒐集我們500大企業的那些資訊 就史諾頓搞砸了 對 被史諾頓搞砸了 然後本來就叫中國說要處理 這還只是信息 所以有人說史諾頓是中國的間諜 有人這樣講 那是美國人的傳統的抹黑栽贓法 抹黑栽 不過也不一定抹黑 搞不好是真的也不一定 你要抓到史諾頓 這樣的話中國的情報能力太強了 因為能夠摸到找到一個 能夠下載掌握美國這麼多 這個大量情報的東西 那不得了 這個表示如果是真的為真的話 那中國的情報能力太強了 還找到這個人 那個還只是限於網路 可是現在我們是活生生的人 會在我們的身邊出現 活生生的人 對 我們不是虛擬世界的 我們現在實體在旁邊 所以對美國都造成這麼大的壓力 你覺得台灣承受得住嗎 不要忘記 台灣最慘的一個是什麼 就是一個核子反應爐 被人家用水泥買起來 對不對 張憲英那個探討士 對不對 台灣要發展核武 我們的負責核武的人 竟然是美國背著憲民 而且完全整個國家的走的方向安全 這個要簡單 再跟觀眾朋友報告一下 台灣其實要發展核子武器 已經要達到成功的情況 已經做好了 現在只要再用電腦釋報 或怎麼樣釋報一下 台灣就成功了 要成功了 結果負責 負責 這個發展核子彈的 我們台灣的這一個上校 叫做張憲義 他竟然把所有的資料包一包 人跑到哪裡去 就跑到AIT裡面去 AIT就保護他 因為他有這個領事裁判權 我不知道他有那個特權 那個不追逐特權有那個 所以他就把整個的保護他 然後把他送到美國去 結果美國就給蔣經國壓力 給蔣經國壓力什麼說 你們在發展核子武器 所以就把我們清華大學的 這個核子反應爐 用水泥給讓你封死了 讓你台灣不能再發展 而那個時候負責的這個上校 叫做張憲義 他上面還有一個長官 那個長官應該是叫郝伯聰吧 應該是嘛 對 總長 他是總長嘛 不過又怎麼樣 所以台灣其實差一步 我們就有核子彈 就差那麼一步 所以想一想 我要最後告訴大家說 大家想一件事情就是說 美國的間諜跑到蘇俄 俄羅斯要去吸收俄羅斯的人 要去撤訪 撤訪這些間諜的時候 人家還要男生化妝成女生 還要戴錢 還要磨口紅 還要戴假髮 可是我告訴你 中國的間諜來到台灣 也不必戴假髮 也不必磨口紅 也不必男扮女裝 大大方方自由行就進來了 登堂故事 所以18條統戰大道 中國關就滲入我們的基層 大大方方進來 尤其在這個什麼 服務的這個貿易協議 各個行業都有 連殯葬業都會進來 所以有厲害嗎 厲害喔 拜託的 你會不會緊張 休息一下 我們再回到現場 回到現場 我們來接受觀眾朋友 您call in的意見 高雄劉小姐 你好劉小姐 喂你好 你好 你們剛剛講的那個什麼 中國的情報人員 滲透到我們台灣的 這個軍事單位 我在想 如果簽署了這個 服貿協議以後 會更多啦 我要講的就是 那個簽署這個 服貿協議呢 據我所知呢 在西方國家 我現在講的是有關於 我們服務業這方面的 然後這些在西方國家的 不管是在移民或投資的話呢 我在想你們當現場 你們都是專家嘛 你們多少少都知道說 西歐國家 你要到移民或是投資 一定要先帶一大筆錢 去他們的銀行 而且呢 多年這一些錢呢 是不能領回的呢 表示呢 衷心成立 而且西方國家 他們的行業 他們也會看 這個行業如果 很多人在從事 已經 大餅很多人在分食了 不好意思 為了保障國人 外人不要來 所以明年要選舉的啦 如果說什麼高中免學費 那些啦 我在想 又在開支票的啦 你想想看之前 不管是前年或是去年 什麼營養午餐六百塊 也未必能夠徹底的實施 那你想一想看 這個高中三年 這種免學費哪來的錢呢 那馬英九 很多人在講說 馬英九他很愚昧 很無能 我認為你們講他愚昧無能 不管是我們或是其他的人 他不是愚昧無能 他是故意 他是故意 好謝謝劉小姐 基隆陳先生你好 陳先生 徐醫師各位來賓大家好 你好 我是908台灣國副秘書長 陳俊翰 你好 我是台灣國 我主張台灣獨立建國 針對WTO 針對ECFA 我們去簽這個服務業 服務貿易協定的部分 其實在我們當年 2002年加入WTO的時候 我們已經正面表列 開放了20幾項的服務業 給外國的公司到台灣來 設海外據點 我同時也是徐中興教授的學生 所以這一部分我們有一點理解 那為什麼這麼多外商公司 進到台灣來 我們對我們的就業市場 並沒有造成很大的傷害 原因是 在服務業裡面最大的特性 就是服務業用語言提供服務 所以你看這麼久了 包括麥當勞 包括有這麼多的外商的 我自己做國際物流 有像Feedor Express UPS DHL 那剛剛我提到的麥當勞 這麼久了 我們都沒有看到任何一個老外 站在櫃台幫我們點餐 原因非常簡單 就是因為他沒有辦法 用中文提供服務 但是當中國的跨國公司到台灣來設立海外據點的時候 他跟我們用同樣的語言 然後他跟我們用同樣的文字 那在中國的平均 2011年WTO的GDP平均所得大概5000美金的狀況下 當我們開放中國人到這邊來上班 有一些貧窮的省份的人會過來 他就勢必會取代掉我們目前的工作 所以剛剛賴教授提到的說是 我們可以 我們的企業也有機會可以去中國 事實上即便我們的企業去到中國 去那邊提供服務 他也不會把台灣的人力帶過去 原因是因為他真正要用的 就是中國比較廉價的人力 好 謝謝陳先生 宜蘭林小姐你好 林小姐 你好 陳律師你好 是 我老婆 我說台語的 沒關係 妳慢慢來說 是 我是在賣水果的 是 我們附近有比較大境的 現在就都已經請大陸的來 因為他們本來 他們那人員請八九家 不過他們現在台灣 剩三元錢而已 你三元錢的就是算多少錢 在那算多少錢 像在大陸那裡 就是都在那邊的水果 做那裡的藍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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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休假 台北陳先生 你好 陳先生 你好 你好 以前馬英九坐在蔣經國的旁邊當翻譯 那蔣經國說三部 那現在馬英九跟他唱反調 三通 那李登輝開放以後又借其用人 那已經去的話 要怎麼撤退怎麼辦 卡在中間 那陳水扁又要台獨 現在馬英九又變激奇三通 那以後如果大陸習近平下來說要學習台灣的話 那我們台灣人怎麼辦 因為換總統就換政策嘛 所以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法治啊 就是人治的社會到現在還是人治啊 沒有走路法治啊 好 謝謝陳先生 新北市的林先生 你好 林先生 你好 其實這個福茂這個協議真的 在他沒有簽之前 台灣早就已經開放了 台灣有多少入配進來 當然這個是他們的選擇 他們有這個權利 但是他侵蝕了台灣人很多工作 我上個禮拜到醫院去探病 看護有八成都是入配 他已經擠壓了我們台灣人的那種 生存的那種工作權 那我上個禮拜還遇到幾個學生 談到台灣的未來 真的 台灣有買不起的房子 看不到未來的工作 還有一個畢業之後 找不到工作的學校 這就是台灣的現狀 所以說大陸那一邊怎麼樣 真的 他們永遠都是鎖國 只是我們的國是已經把台灣鎖在中國了 好 謝謝林先生 我們要跟大家講說今天的晚報 你看裡面提到的是說 福茂協議是台興台紐協議的指標 這是我們的官員講的話 可是我記得ECFA簽的時候 他不是告訴我們ECFA 也是我們跟其他國家要簽FTA的指標嗎 簽了沒有 所以這是不是又在跟我們騙 馬英九 馬英九政府的信任度 你能相信嗎 所以我們這個政府好像一直在騙人 所以大家想一下他現在又要告訴你 FTA又有希望 來 我們等一下 我們先進個廣告 等一下我們回到現場繼續討論 回到現場要跟大家講 今天四大報裡面三大報都在講 我們的這個服務貿易協議 但是蘋果日報它的頭版頭條是說 土耳其營郎收押 性侵16歲的 這叫做倩媚 偷拍29女的床站 這個叫做 土耳其版的李宗瑞 那被收押了到底怎麼樣 我們先來看看相關新聞報導 大家會覺得噁心 因為他其實有交往過 就覺得我們自己好像是排斥 長髮飄逸出可憐 他是遭到土耳其男子王凱傑 騙財又騙感情的流星女子 家家我我認識的 因為我那時候想找英文家家 然後就有面試幾個人英文老師 然後我覺得他就是 男子方面好像就是 就是給我有好的印象 然後後來我們就陸續上了 四五次課吧 然後沒有什麼 太大的印象就是 但他就是 我覺得他中間就是有暗刺我一些 所以也很像暗刺啦 我就覺得他應該是 可能就有意思吧 接著教英文 兩人有了感情 不僅交往還同居 流星女子甚至貸款60萬元 幫王凱傑買了一輛 雙臂豪華轎車 七月交往大概八月多 九月的時候 他就說 因為他是外國人 他在台灣貸款 就是不容的意思 所以他希望我幫他 因為他你也知道他就是一貫就是 會撞可憐那種可惜 然後我想說 那我也覺得我們那時候 交往的狀態 應該是OK吧 所以我就幫他成為 你當代表 三四個月之後 他就聽騙我說 他回加拿大度假 然後他在香港找我管 所以就是一直是不保護錢 對 段小姐沉溺在愛河中 原本一點都不在意 所有金錢和感情的付出 沒想到臉書上這一篇篇 王凱傑和其他二三十名 女性的露骨對話 才重重把他打醒 直接搬家 前往警局提告 我就有 我有嚇到真的 就是很傻眼這樣 所以從那時候 我就要跟他分手 然後就很快就搬出去了 我說錢沒有 我有很多 其中我借了錢 車咧 他說什麼車 什麼錢 然後他說我沈經病 叫我去那個醫院看醫生 一場戀曲 如今劉小姐卻被有人挖苦 是人才兩師 控告王凱傑上法院 甚至還囂張的 對劉小姐比出勝利手勢 讓浪漫的感情付出 確實心碎收場 在內新聞 劉秉嘉王志軒 台北採訪報導 其實我們從剛剛這一段可以看到 這個土耳其 這個銀郎 他被收押 其實我們看得出來 他幾乎是用騙的 那麼他當然會講英文 不過我記得講 跟大家講過 講英文不會比較高尚 美國的 你到美國去 那些美國的智能不足 也都講英文 美國有一些小孩子智能不足 你看他也都講英文 美國的強姦犯 殺人犯也都講英文 所以講英文會比較高尚嗎 可是似乎有人認為 講英文比較高尚 然後有人又覺得說好像 這看起來是外國人 其實這個外國人 臉型一看就知道是中東人 奇怪你怎麼會認為他 好像是歐美的 為什麼這樣 好像看起來他又很有錢 是不是要錢的關係呢 我們來看看說 有人說是因為拜金 但是拜金就是說從拜金錢 但是未必有的人可能是受騙的 不過我們來看看 是不是因為拜金的心理作祟 所以才能夠騙這麼多人 那來我們看一下 稱老是在外 西灘妹愛老外 老外老外老外 老外老外老外 改編經典廣告台詞 老舌歌手大隻寫歌 諷刺台灣女生怪現象 但西灘妹到底是什麼 其實大部分的小女生都很想要跟外國人在一起 就是像我以前也會想這樣 原來這詞來自CCR 也就是Cross Cultural Romance 翻成跨文化的戀愛 在PTT上還有專門討論CCR的版 不少女生在裡頭分享和外國人交往經驗 也因此被冠上西灘妹的稱號 意思就是愛沾老外的女生 為了和外國人來段紅烈愛情 這些女生最常往夜店跑 最誇張的是女生就是明明就是沒有喝醉 然後覺得她過沒多久 看到外國人然後就是裝醉 賞進辦法耍心機 就是為了多接近背黃皮膚的男生 盲目結果當然悲慘下場也不少 不過當然不是每段異國戀曲都這樣 I love you 台灣老婆嘉玲和法國人老公Niko結婚已經五年 乾淨還是相當好 就連自己都說從沒想過會嫁給外國人 我覺得如果真的有重陽妹外 覺得異國婚姻一定會很幸福的話 真的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 畢竟夜店裡的五光十色都是短暫的 異國戀曲雖然浪漫 但不同文化的衝突之下 要走得長久才是考驗 不過我在這裡要告訴大家說 她雖然現在已經被受壓了 但是我們還是不要用銀郎來稱呼她 你跟人家講是現在涉嫌犯罪的 涉嫌性侵的犯罪人 就是被告 這樣可能會好一點 不過我還是想到一件事 我想到我也要看一下 我們總統曾經被嗆瞎 總統被西裝男用英文噤聲嗆兩分鐘 馬總統說什麼 他說這合乎國際禮儀 為什麼 這是蕭家綺 內政部的次長 他說 這個人用英文跟馬總統嗆聲 要是他突然推馬總統怎麼辦呢 內政部次長蕭家綺憂心忡忡 痛批 為安人員警覺性太低 但馬總統本人似乎不怎麼在意 蕭轉述馬的說法 他說至少他全程用英文禪訴求 還穿西裝打領帶合乎國際禮儀 最主要是用英文 所以我想這一個 他能夠性侵這麼多人 他是不是也講英文呢 是 還當英文老師 那他有沒有穿西裝打領帶 也有 所以換句話講他國際化 這個國際化 所以你看看 馬總統被嗆如果是國際化就沒事 如果是說台語的 還是說說國語的 馬上就被我們的國安人員 請出去圍起來 怎麼差這麼多 所以我要從這裡來講說 是不是因為我們馬總統 太喜歡說英文 國際化 所以看到這樣子就容易受騙 這個有沒有這種傳承 這個我們政府 我們的國家的最高的總統 一直在暗示這個東西 有沒有這樣子 我覺得我們的元首 其實已經變成說 他做了一個很不好的示範 告訴大家說社會的價值是這樣子 穿西裝 講英文 他就是高尚的人 那穿拖鞋 那我們講台語 服裝比較隨性 就是比較低劣的人 講英文一定高尚嗎 當然不一定 你看這個圖就像 他假如說他只是台人 他又教他英語 誰人說善良不正善良我 聽說英文的腔調 一聽也知道說 這個是中東的英文腔調 怎麼有人會相信他 馬總統都覺得說 講英文高尚的 你叫我們一般的市井小民 總統講的鴻兄 講的有生 鴻兄 鴻兄 你看多少的女性 現在還有鴻兄 看他像皇帝一樣 不然他當初選票怎麼選出來 鴻兄 所以我說 我們台灣的價值觀錯亂 從政治就可以看到端 娜老師 你不是 你英文也會講我知道 但是你最主要是說法文的 法文更有魅力 你好 而且還穿西裝 還穿西裝 夢秋 夢秋 我化音不準 許醫師 法文更有魅力 法文更有魅力嗎 真的講外語就比較高尚嗎 會這樣嗎 一點都沒有 因為我在台灣就是講台灣語 台灣講我們的國語 對啊 不過我看到這樣的一個勢力 我覺得這邊可能要 給我們台灣的女性 有一個 我覺得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概念 這個簡單的概念意思也就是說 一般來講 如果說外國人到台灣來 外國人到台灣來 如果是公司派來的 通常他都是在他們的公司 能力比較強的 Label比較高 Label比較高 HighLabel的 HighPosition 這些都比較高階的 一般來說 如果到台灣來找工作 找機會的 通常都是在他們的國家 是競爭力比較差的 但我不是講全部 我只是講一大部分 都是在他們的國家 下沉社會生活 活得不是很好 然後他們找到 因為亞洲 因為我們台灣或是亞洲國家 基本上來講 對於這個語文的要求水準很低 要求的標準也很低 如果你今天在美國 你要找一個中文的老師 他必須要是中文系 或是相關科系畢業的 可是你在台灣 要找一個教英文的老師 一個外國人 我講的都是外國人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在美國 或在法國 你今天要找那個 教中文的中國人 或是台灣人的話 你要是中文系 或是相關科系的畢業的學生 但是我們在台灣 找人教英文隨便找 找外國人教英文的話 他不需要是英文系畢業的 連這個土耳其人 他跑來這邊教英文 你也用了 他就生了 不然你要找美國人 找英國人不知道 怎麼去找土耳其人教英文 你也不能說 找英國人 美國人 你還要看他是不是英文系畢業的 不是相關科系畢業的 對 他要是本身 是本國語文學系畢業的 但是我們台灣都沒有 因為你要用很簡單的想法來想 就是說我們在台灣來說 我們自己說中文好了 中文的程度高低 是不是也差很多 對 你會找一個中文能力很差 只是因為他會講中文 就來教你中文嗎 會講中文的不一定會教中文 會講英文的不一定會教英文 何況 其實如果跟他講幾句英文 我相信從他accent 從他的那個音調 就可以聽出來說 也中當的 但是為什麼有人會上當呢 是不是因為國際化的關係 我們馬總統說 講英文就比較有水準 是不是這樣我不知道 休息一下 我們再回到現場 許老師 我們看到這個案子 土耳其的這個涉及性侵的 然後再講到 想到說 他能夠這樣子涉及性侵 其實他會講英文 佔有很大的一個部分 很大的一個因素 然後我又想到我們馬總統說 會講英文 叫做合乎國際禮儀 如果被嗆了 氣得要使說 至少他還全程用英文 所以被嗆沒關係 這個有沒有在暗示 講英文才是高尚 我們總統要不要負責任 許醫師 很多人說 這個台灣女生是不是價值有偏差 或什麼 英文就怎樣 可是各位看 穿西裝 穿不穿 像不像馬總統那時候 2008年選舉的時候 也是西裝 記不記得那個廣告 西裝風飄來 這個衣腳還會翻過來一下 玉樹臨風 我的意思是說 不是一樣都在騙嗎 他是騙小姐 那滿一九是騙我們2300萬 那滿一九騙更大 而且2008年2012年 連續騙兩次 雖然有些人覺醒票變少了 633愛台12建設 黃金10年 什麼12年國教 正所稅 最好的版本現在要改掉 我告訴你 許醫師 我的意思是說 騙這個東西 我們當然要反省 我們這個文化是不是有價值 你剛才也講 總統講這一話 什麼英文罵就可以 那其他就國安侍候嗎 可是我要問的是 台灣人民有沒有想看 我們當時是怎麼被馬英九騙 也是西裝鼻鼻 玉樹臨風 跟徐時報告 聽說他健檢 還多漲0.6公分 我們馬總統 馬英九多漲0.6公分 對啊 馬總統幾歲了 他健檢還可以多漲0.6公分 還會長大 拍馬屁吧 沒有 我跟你講 這外國人在後會這樣